其實現在我覺得香港的城市面貌沒什麼變 不過城市的氣質是變壯的 年輕人是越來越對一些人民精神 知識、文化等等是越來越有興趣 香港回歸25年之際 新世界行政總裁鄭志剛 接受了香港中通式專訪 回憶起25年間香港社會的發展 鄭志剛用氣質變了來回應 作為四大家族最年輕的掌門人 42歲的鄭志剛並不是十分傳統的神藝人 2009年他獨創藝文商社發展模式 將藝術、人文、自然元素相結合 在香港金融危機爆發 零售業蕭條的環境下 衝出重雷 創立了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個藝術購物中心的K11 這套模式也為百年周大福 和走過半個世紀的新世界注入了年輕的靈魂 怎麼為之藝文商社呢 其實藝文商社也是一種語言 和很多我們年輕的顧客 或者年輕的買家作為一種溝通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向 我們去做 藝文商社方面我們做得比較前一點 希望讓一個活然一身 也都將一個老牌的品牌 已經差不多五十年了 我們已經五十年了 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還有也可以將我們整個文化 新世界的文化 都注入一些新的動態和活力 在務實重立的香港商界中 鄭志剛特立獨行 他在哈佛大學取得東亞研究文學士的學位 在知名藝術學府取得博士學位 更花了一年時間 專程到東京修讀日本藝術和文化 這些商業精英似乎不太看重的文化藝術 卻是鄭志剛做出獨特商業之道的秘密武器 其實創意文化都是一種部份 其實每個人都是有一種人民的特質 所以這件事可能對我去看人 去管人的時候的方法 或者看它作為管理的模式 我覺得會給予很多不同的一個啟發 因為其實你需要管理人才也好 管理年輕人也好 你都需要一個要了解 人民學也要明白 你明白社會發生什麼事 人的一些歷史等等 文化裡面的一個進化等等 同時間也要有數字 商業的一些觸覺等等 所以你其實兩邊都要的 鄭志剛除了將文化融入商業 也重視香港文化的發展 他特別關注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的 支持將香港打造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在他看來要做好這個角色 香港必須具備三重視野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本身香港的一些建築文化等等 我們都要去了解 第二就是我們國家的視野 國家的視野方面應該是要 保育我們中國的工長 還有我們要溫揚中國文化 說好中國的一個故事 尤其是領難文化 因為其實在大灣區來說 比較上重要的 第三就是國際的視野 怎樣可以用香港這個平台 去發揚光大 雲揚中國的文化 這一點也真的非常之重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6月22日開幕 這座佇立在維港支叛的博物館 將為香港市民 展出從北京故宮 遠道而來的珍貴文物 講述中國優遠的歷史和故事 走在此之前 鄭志剛便將目光投向了 一至特別的博物館 他將香港故宮 視為說好中國故事的絕佳平台 推動國民教育最好的染基地 香港的故宮文化館 可以成立一個教育的基地 教育的學校 去講解關於故宮裡面 不同的剪品、收藏品等等的一些故事 背後故事 其實這個是用一個遠一點的方法 去講解關於中國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每一個藏品、每一個展覽品 去說回當時其實 中國歷史裡面的一些故事 中國歷史的一些文化等等 你才會變得更加有趣 因為我們香港都是個 中國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 香港故宮普通一定是 中國文化交流中心 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鄭志剛的另一個聚焦點在大灣區 新世界集團幾十年前便已進駐大灣區 至今以投資於2000億元 在鄭志剛看來 擁有八千萬人口的大灣區 是一個機遇滿滿的地方 高質量的發展和高質量的服務 是他所看好的兩大發展方向 大灣區也為香港青年 提供了實現上流發展的機會 他希望有更多的香港青年 能發揮優勢、把握機遇 第二件事 我覺得香港在醫療服務裏面 其實都可以做很多事 香港是一個最好做醫療研究 藥物研究 申請國際認可的一個地方 第二 香港也是一個最好的 除了創方之外 做設計、創意、工業的一個地方 香港由身外設計 到不同的設計方面 都做得非常成功 亦都可以帶到很多醫療設計師 其實去到大灣區 發展到大灣區 其中一個大的市場 其實亦都給了他一個 向上流的一種機會 所以其實第一 你有基本需要先 就是加入房屋方面 要做得好先 第二方面 也都要給予一個希望 快來訂閱通知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